欢迎回来节目前场 那我们刚看到中国近日是禁止了台湾好多的水产品 糕饼 啤酒等等来进口到中国 那很多人都问说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机点 有人说那周刚好是美国要卖武器给台湾 答应这个军售案的同时这有关系吗 那今天有看有分析稿人指出 这跟2024台湾的总统大选或许也有关系 是在以伤逼阵吗 那另外今天还有法国广播公司 有一篇评论稿提出说 最近有一些迹象显示习近平的权力 似乎不再那么一把抓了 又是从哪一些事情可以看出端倪呢 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做观察的是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老师您好 大家好 那我们刚刚在那个VCR里面有看到 老师就是说那个迦德现在对岸 还要求他要提供配方啦 然后一些机器产房等等 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吗 在我们谈到这个时机点之前 我们刚刚看了那段VCR 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要叫加德一个高品业者 提供他的配方 这个是不寻常的 现在中共要我们台湾的这些产品的 这个厂商 就是说要填哪些表 那些表已经陆续的曝光了 我们赫然发现了 就是说要填的表里面 不只说你这个产品详细的配方 还不是随便的 是详细的配方 详细的配方就人家商业机密了 还不只商业机密 还不只是这样子 就是说还包括你的这个厂房的机器 你的工厂在哪里 以及你卖给客户 你的客户群是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食品管理的基本原则 是为了食品安全 像我们台湾因为食品安全 所以我们所谓溯源 就是我们的食品是从哪里出来的 产品履历 履历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化 那这是对的 可是今天中共做的已经太超出这一部分了 就是说这已经不是 客户资料 对也要 对这已经不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食品安全的管理 他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就是说很简单 就是说你要把一个公司的商业机密 这个商业机密 不只是那个产品本身的商业机密 你甚至你的工厂在哪里生产 以及你怎么去供销 你的客户群 你的客户群在哪里 你全部要交出来 就是说你不但好 这个这个工厂的这个产品的机密 你要交出来 你的客群 这是这是公司的命根子 你全部要交出来 换句话说 因为这种都等于是说可替代性很高 你这个产品配方出来之后 我知道你的客群在哪里 简单的说 那我随便找中国的一家厂商 按照你的配方做出来 然后跟你的客户推销 我还可以低价推销 马上就可以整整餐 难怪家得不不见了 是 所以说这从头到尾 他就是政治性的 这个政治性的也不是我们随便乱讲 你看他的时机点 他公布的时机点 我们来讲到这个时机点 在老师为我们解析之前 我们先来看我们为您 所整理的timeline 然后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分析说 因为这个时间点 我们知道说中国在上周 禁止了这样子的台湾相关的产品 来进口中国 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timeline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他这个这周的时候 其实还包括说 我们知道就是前不久 有这个第七次的对台军售 拜登政府批准了 那另外还包括在上周 也有很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也提到说未来五年呢 要来呢 无偿的提供台湾一些军援 这是在当周老师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先从当周来说起 这跟上周的发生了几件大事情 有关系吗 是的 就在这个中共 等于是说宣布说禁止我们台湾的几项产品 的前一天 很巧就是前一天 除了我们台积电 你可以看到我们台积电 在美国那个开幕的仪式 由美国总统带队 美国的政府的重要官员 美国第一流企业的CEO 全部在现场 那等于是说是台湾跟美国关系 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镜头 一个历史性的画面 那就更不要提 就同一天拜登政府就宣布 第七度这个对台军售 马上隔天 就可以看到中方就传出这种禁止 台湾的又是鱼 又是各个食品业 这当然是相关的 这让我们回忆起 裴洛西来的时候 好像也被禁了一些东西 是的 这个相关还不是我说的 是中共自己的行为模式出来的 还记得今年八月 这个美国议长裴洛西访台的时候 中共那时候发动了很多 譬如说有政治的 有外交的 有军事的 有经济 还有网路上对台湾的惩罚 对台湾的攻击吗 经济上各位记得吗 还有一项 就是宣布台湾的这个白带鱼 竹甲鱼被禁止了 然后那时候就有上千样的食品 那时候就已经低度曝光 说因为什么注册文件不足 所以说被 这个手法跟pattern好像 被禁止 还有同时禁止 这个中国的这个SARS 进入台湾 卖出台湾 所以呢 等于是说 这个东西呢 跟这个所谓的台美关系 就是中共对台湾的 这个经济惩罚手段 是跟台美关系的发展 有直接的关系 那我觉得中共也没有在骗我们 你看他的二十大政治报告 习近平讲得非常清楚 第一个习近平对台政治 这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统一统一统一 对不对 然后他为了统一呢 所以说他要反台独 他要反这个反分裂 他要反干涉 对不对 所以说这这这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 台美中三方这样联动 那以这个台湾的农产品来说的 或是食品业来说的 最早是什么时候 其实是将近两年前 就是去年年初凤梨 从凤梨开始 然后再过来联务释迦 再过来就是石斑鱼 对不对 他一连串的下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中共有计划的 有步骤的 逐步的在惩罚台湾 在以伤逼震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 我们随便乱猜测 中共自己承认的政治 而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 这是邓小平讲的 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 然后第二个呢 那中共自己还说呢 二十大政治报告 除了要统一之外 还要什么 要坚定支持 这个台湾内部的爱国统一力量 那这个就是要介入台湾的政治 这个就是要介入台湾的选举 是 所以二零二四 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 也要到了 有人今天分析稿也说 中国的这些动作 除了跟老师刚刚所讲的 这个对台军售有相关 如果是讲完未来的话呢 可能呢 也是在开始对二零二四的总统大选 做一些干预的动作 这样的一个氛围吗 是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说 中共会不会介入台湾的选举 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中共会用什么方式 什么步骤来介入台湾的选举 你看嘛 因为中共自己说嘛 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中共又要掌握 这个所谓的连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嘛 然后中共又说要坚定支持台湾内部的 这个爱国统一力量嘛 这每一句话都是都是在介入台湾的政治 我我倒过来讲各位 这个观众你就听得清楚 假设我们自己政府报告 我们政府报告说 我们要坚定支持中国内部的反习力量 请问各位 第一个我这样算不算介入中国的政治 这不废话吗 当然是介入嘛 因为你说支持的话 你后面一定会跟着有这种所谓的资源 甚至金钱等等的各方面的资源 你一定要去才叫做支持嘛 所以中共会介入这个台湾的选举 这是不用讨论的事情 只不过他会怎么样的介入 经济手段就是一种 中共会认为非常有效 中共也常说对吃中国饭 不能砸中国锅嘛 什么叫中国锅 中国锅我就是要统一啊 所以以后呢 你们台湾就分两种人 你如果不支持不支持统一的 你就是台独 习近平还讲了两句话 这个统一造福 台独这个有害 所以他就从经济的方面来证明 你只要是支持统一的 我就会给你经济利益 你只要是支持台独的 我就会经济惩罚你 这是我们那个加德 这个凤梨书的那家公司 这个中国的这个网路上 已经有一大堆的网红 或是说小粉红 中国网民已经在骂了加德 你是台独企业 你怎么可以拒绝祖国的这种要求呢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 是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 其实好多的台湾的消费者 今天我们还看到就是有人从新竹 从珠穆特别赶上来 去加德的这个卖场这边 也是用行动来力挺了 所以就是会不会这样的方法 会不会适得其反 还有的观察 另外今天在法国广播公司 出现了一篇分析稿呢 是由法国知名的汉学家 他最近有些观察 我们请导播来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他提到说 其实在江泽民的追思会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蛮特别的字眼 包括说那时候在追到江泽民的时候 说江泽民在十六大的时候 就主动的就是不再来担任 中央领导的职务 那么主动的退下来 以立新旧交替 就是这样的一个字眼 就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 在批评习近平的味道 而这样子的一些文字眼在传播在了全中国 包括用电视广播 所以有人就很有这个用这样子的像这个 这位汉汉学家所质疑的角度来看 看起来好像习近平的权力没有再那么的一把抓 老师您怎么看 当然这个法国的汉学家 他的观察是对的 我先讲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从白子运动之后习近平退却了 白子运动被认为是习近平执政十年最大的挑战 而且我很少看到 因为习近平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他在党内 他一天到晚是喊斗争 要跟党内的人斗争 对不对 他跟美国一天到晚是要斗争的 他跟台湾 他对台湾 他对新疆 他对香港 他对西匆 也是一天到晚讲斗争的 可是这一次白子运动 他退却了 好 这个就是他权威受挑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 证据 至于这个这个江泽民去世以后 那个道指 他应该是是按照中共的 那个叫做告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输 他的全称 那个道指 他总共超过六千字 那那个一般来说 这种领导人去世 这个道指 他是需要党中央 同意的需要习近平同意 可是一定是上加自己写的 对不对 上加自己写嘛 然后写来好 看看习近平同不同意 所以在那个道词里面 在那个书里面 告全国人民书里面 你可以看到把江泽民的功劳 从小到大的功劳 各方面的功劳都讲得十足 里面有两段是非常奇特的话 我知道是习近平最讨厌看到的话 第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江泽民做得多成功多成功 第二个就谈到了习近平 这个他最脆弱最敏感的地方 就是在十六 习近平自己 江泽民自己说的 道指自己说的 就是说在十六大 这个为了促进这个 这个中共领导阶层的四代交替 所以这个江泽民主动的交出了 哪些职位哪些职位 如果说这个道指是习近平写的 他绝对不会写这两段 因为你写 尤其是写四代交替 你不是刚好在打脸这个习近平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的确等于说习近平在党内的斗争 看起来也有退却的迹象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老师 来我们观察就是这一次 一连串的中国禁止 台湾的水产 台湾的啤酒等等相关的 这样子的一个物品来进入中国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 这样的痕迹 那另外就是说习近平最近 透过白纸革命也面临到了 他执政以来最大的挑战 这个后续还会怎么发展下去 都非常值得大家来关心 谢谢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关心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